你現在的點在哪裡 初安期間金融警方動起來 警察局長張樹德親自帶隊 先進行請教 170名警力分區展開擴大領檢 針對KTV、卡拉OK、電玩等幫派 異聚眾場所加強領檢 本局是執行20點到24點 因為因應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它是從1月1號的22點開始 到1月30號的24點 有30天 那有三大主軸 就是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 那著重點就是在打炸 那個青樓專案以及青圓2.0 那務必將我們的轄區的治安把它淨化 那交通就是加強風景區 易庸塞場所的交通疏導 那就製造一些這個標示牌 如果擁設的話 就請這個駕駛朋友要改道 那民眾安心的部分 如果民眾有舉家外出 我們可以通知 匣區的拍手 在附近適當的地點加掛巡邏箱 加強巡手 那如果在春節期間有大筆的現金 也可以申請復鈔 警方維護年節治安 也傳出了破案好消息 一名男子在路邊 突然被三名自稱兵刑警男子領檢 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強行打開門 要他下車配合調查 男子覺得不對勁 不肯配合 沒想到對方硬是把他拉下車 包包被拿走 連同車子都被搶走 留下男子大聲呼救 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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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七堵區 日前發生一起搶奪案 被害人損失一輛車 還有包包內的現金50萬元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一路追到台中抓人 本分局於跨年夜時 接獲民眾報案指稱 遭歹徒假冒警察以領檢的名義刑牆 我們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調閱監視器 並查知相關嫌疑人 立刻向法院申請拘票及搜索票 並在豐原分局的配合下 在豐原市逮捕陳姓等三名嫌犯 該等嫌犯在落網的時候 坦稱搶奪犯刑 全案依搶奪罪移送地監署偵辦 嫌犯在睡夢中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逮捕 除了依照搶奪罪嫌移送法辦 警方還要調查 彼此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